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67天 但是 在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时期 许多电农变得一贫如洗 没钱交租 电农集体祈求地主免去他们的债务 这位地主叫卡农·安德鲁·罗伯特·弗塞特 卡农1821年出生于爱尔兰福马纳郡 恩尼基斯林 他曾就读于都柏林三医学院 并担任纽约圣卡斯伯特教会的牧师 达51年之久 卡农·弗塞特给他的电农们回了一封信 他说 免去你们的债务根本不可能 因为这会是个很坏的起头 所有人的债务必须如数还清 但是 卡农接下来写道 我在信封里装了个东西 他或许能帮到你们 原来 这是一张巨额支票 其数额远远超过电农们需要偿还的债务 当电农们看到但是这个词时 一定高兴地跳了起来 当我们面临困难 考验和试探时 但是 的确是个强有力的词 十篇三十一篇 九到十八节 身陷困境 但我信靠你 没有人会一生平安 不经历任何困难 如果我们看看大卫 就知道领袖要比大多数人面临更多困难 大卫身陷极难之中 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 连我的身心也不安疏 大卫正面临属灵 精神和身体上的三重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 忧愁 悲痛 愁苦 苦闷 叹息 折磨 疾病 敌人 被临舍藐视 心碎 恐惧 以及被密谋陷害 在经受这一切时 大卫却能说 但是 耶和华 我仍旧倚靠你 我说 你是我的神 我终身的事 在你手中 他相信神 无穷无尽的慈爱 困境中的人 难免会怀疑神 是否真的爱自己 但是 神爱你 大卫大声呼求神的帮助 因为他相信 神的拯救 必然临到 正是处在艰难时期 你所信靠的对象 才能得到检验 正如亨利福特所说 当一切看似不顺时 请记住 飞机是逆风起飞的 要相信神 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 被招的人 主啊 尽管前方挑战重重 请帮助我 依然相信你 你是我的神 我终身的事 都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 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求你光照你的仆人 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耶和华 求你叫我不致羞愧 因为我曾呼吁你 新约圣经 马可福音 十四章 十七到四十二节 面对考验 但是 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有时 你遇到困难 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事 而是因为你做对了事 我们都会在生活中 遇到考验 试炼和试探 你并不孤单 耶稣从未做过错事 但他所经历的考验 试炼和试探 却比任何人都大 第一 不忠 忠诚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 当身陷困难 试炼和试探时 朋友和家人的忠诚 能鼓励建造人 给人平安 若在此时遭遇背叛 就如在伤口上撒盐 耶稣与他所爱的十二个门徒 共同生活了三年 也训练了他们三年 但他却不得不说 你们中间有一个 与我同吃的人 要卖我了 被人出卖 真的很可怕 更不要说是被朋友出卖了 第二 失望 耶稣的门徒中 一人出卖了他 另外十一人离他而去 这一定令耶稣极其伤心 这些人是耶稣最亲密的朋友 其中不乏刚强的领袖 如彼得 但他们在试炼临到时 都软弱了 尽管彼得曾发誓 绝不离弃耶稣 但他最终 还是无法兑现承诺 第三 惊恐 那可怕的时刻越来越近 耶稣就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第四 死亡 在前几日的圣经日日行中 我们对旧约愤怒之悲 进行了详细论述 当耶稣把酒杯递给门徒时 他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中 祷告时说 求你将这杯撤去 另外 为多人流出来的 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相呼应 因为他将命倾到 以至于死 耶稣知道 自己将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 要亲自担当整个世界的罪 为我们流出宝血 为了完全理解这一点 我们需要再次查看旧约 在今天的旧约经文中 我们曾两次读到 因为活物的生命 是在血中 因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罪 换言之 这就是以命偿命 耶稣为救我们 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每次当教会举行圣餐礼时 请你冥想耶稣的大爱 以及他为你的罪被献上 成为祭物 请再次接受他的宽恕 怜悟 怜悯 恩典和帮助 再次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他 并说 然而 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在面临背叛 失望 惊恐和死亡时 耶稣依然相信天父 所以他能够说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知道神是完美的父亲 他可以称他为阿爸父 这个称呼极其亲密 就好像叫爹地或爸爸一样 耶稣知道神是全能的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耶稣不愿喝下这杯 然而 耶稣相信神知道一切 并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当我们对未来心生恐惧时 耶稣就是我们的终极榜样 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巨大反差 让人唏嘘 比起耶稣经历的患难 门徒所面临的挑战不值一提 然而 他们甚至不能警醒片刻 与耶稣一同祷告 他们睡着了 但我同情他们 因为我知道 保持警醒并不容易 耶稣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我承认 我知道自己应该更努力地祷告 但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天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我也可以称呼你为阿爸 并可以信号你 至于我对未来的所有计划 我祈求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请帮助我 让我把你的旨意 置于我自己的意愿之上 旧约圣经 立位记 十七章第一节 到十八章三十节 受到试探 但是 你 以色列被淫乱无度 道德败坏的异国文化包围 他们面临巨大试探 但神给他们指明了出路 神的旨意是 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人问一位104岁的老玉 活到104岁的最大好处是什么 他回答说 没有来自同龄人的压力 人常会向同伴的压力屈服 不得不遵照周围人的标准形式 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对性的态度 在这样的环境下 神对他的百姓说 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 那里人的行为 你们不可效法 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 那里人的行为 也不可效法 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 你们要遵我的典章 守我的律例 按此而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个社会对性的普遍看法 与神的教导大相径庭 在这一点上 我们与古以色列人的境遇很相似 神希望你能守护好性 不要顺从周围人的做法 因为性是神所赐的美好礼物 当你这么做时 你不但不会错失生命 反而会找到真正的生命 人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就必因此活着 神呼召他的百姓要与众不同 保罗写道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一开始 神就向他的百姓 发出了分别为圣的呼召 在新约中 使徒保罗列出了基督徒 在没有悔改信主之前 曾经参与的罪恶行为 包括淫乱 保罗再次使用了 但是这个强有力的词 他说 但是 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称义了 因此 基督徒 李当活的与众不同 主啊 请帮助我 让我不要效法周围人的生活标准 相反 帮助我持守你的律例典章 请帮助我 让我用全部 我的身 心 灵 来荣耀你 佩博的补充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 耶稣 门徒的领袖和朋友 跟他们倾诉自己心里有多苦痛 但门徒根本没听明白 我真希望自己比这些人强 但我也一样 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很软弱 有时连心灵都不愿意 感谢主 圣灵渐渐改变了门徒 我坚信他也能改变我 今日金句 阿爸父啊 然而 不要从我的意思 乃要从你的意思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 耶和华 我落在苦难之中 求你怜悯我 我双眼哭肿 身心疲惫 我的生命被愁苦吞噬 岁月被哀伤耗尽 力量因罪恶而消逝 我成了枯骨一堆 仇敌羞辱我 邻居厌弱我 朋友害怕我 路人纷纷躲避我 我就像已死之人 被人遗忘 又像破碎的淘气 被人丢弃 我听见许多人毁谤我 青空笼罩着我 他们图谋不轨 谋害我的性命 然而 耶和华 我依然信靠你 我说 你是我的上帝 我的时日 都掌握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 脱离仇敌 和追逼我的人 求你笑颜 垂顾仆人 使此爱 拯救我 耶和华 我曾向你呼求 求你不要叫我蒙羞 求你是恶人蒙羞 济然无声地 躺在阴间 愿你堵住 撒谎之人的口 他们骄傲自大 狂妄地攻击一人 傍晚时分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来了 用餐的时候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要出卖我 他现在 正和我同桌吃饭 他们听了 都感到不安 一个一个地问耶稣 不是我吧 耶稣说 是你们十二个人中的一个 他现在 正和我一起 在盘子里蘸饼吃 人子一定会受害 正如圣经的记载 但出卖人子的人 有祸了 他还不如 不生在这世上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住屑后 便掰开 分给门徒 说 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接着 又拿起杯来 住屑后 递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 这是我 为万人 所流的血 是立约的血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今天起 一直到 我在上帝的国 喝新酒的那天之前 我不会 再喝这葡萄酒 他们唱完诗歌 就出门 去了橄榄山 欲言 彼得不认主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背弃我 因为圣经上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群将四散 等我复活后 要先你们一步 去加利利 彼得说 其实所有人 都背弃你 我也绝不会背弃你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晚上 计较两次以前 你会三次不认我 彼得郑重地说 就算要我跟你一起死 我也不会不认你 其他门徒 也都这样说 克西玛尼园的祷告 他们到了克西玛尼园 耶稣对门头说 你们坐在这里 我要去祷告 于是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约翰 向前走 他觉得极其难过 非常伤痛 说 我心里非常忧煞 几乎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警醒 耶稣往前走了不远 福福在地祷告 如果可以 不要让那时刻 临到他 他说 阿爸 父啊 你无所不能 求你撤去自卑 然而 愿你的执意成就 而非我的意愿 他回来 见他们都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西门 你在睡觉吗 你不能警醒一时吗 你们要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诱惑 你们的心灵 虽然愿意 肉体 去很软弱 耶稣又去祷告 做祈求的 跟上次一样 他回来时 见他们又睡着了 因为 他们困得 眼皮发沉 也不知道 对他说什么 他第三次 祷告回来后 对他们说 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 够了 时候到了 看啊 人子要被出卖 叫在罪人的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啊 出卖我的人 已经来了 耶稣被捕 历位记第十七章 杀寄生的条例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把一下条例 告诉亚伦父子们 及全体以色列人 任何在营内或营外 宰杀公牛 绵羊或山羊的以色列人 若没有把牲畜 带到会幕门口 在耶和华的圣幕前 献给耶和华 便是犯了流血之罪 要将他从民中铲除 这是为促使以色列人 把寄生带到会幕门口 交给祭司 献给耶和华 做平安祭 而非在野外 杀寄生献祭 祭司要将寄生的血 撒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祭坛上 把脂肪 焚烧 献给耶和华 做新香之祭 他们不可 再献祭物给山羊神 与其苟合 这是一条 永远不变的律例 他们世世代代 都要遵守 不论以色列人 还是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族人 献凡祭或其他祭物时 如果有人 没把祭物带到会幕门口 献给耶和华 要将它从民中铲除 禁止吃血 任何以色列人 或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族人 若吃血 耶和华必严惩 把它从民中铲除 因为生命在血中 耶和华把血赐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用血 在祭坛上为自己赎罪 血可以为人的生命赎罪 所以 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 和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族人 不可吃血 以色列人 或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族人 如果捕到可吃的鸟或兽 必须放进他的血 用土掩埋 因为 众生的生命 都在血中 因此 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 不可吃任何动物的血 因为血就是生命 凡吃血的 都要被铲除 不论以色列人 还是外族人 若吃了自然死亡 或被野兽撕裂的动物 就不洁净 他必须洗衣 沐浴 等到傍晚 才能洁净 否则 他要承担罪责 利未记第十八章 禁止淫乱的条例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把以下条例告诉以色列人 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你们曾经住在埃及 但不可效法埃及人的行为 我要把你们带到迦南 但你们不可效法迦南人的行为 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 你们必须遵行我的典章 持守我的律力 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和律力 遵行的人必存活 我是耶和华 你们任何人 不可与近亲乱伦 我是耶和华 不可与你母亲乱伦 而羞辱你父亲 他是你的母亲 不可与他乱伦 不可与你父亲的妻妾乱伦 那会羞辱你的父亲 不可与你的姊妹乱伦 不论是同父异母的 还是同母异父的 成长在同一家庭 还是不同家庭 都不可与他乱伦 不可与孙女或外孙女乱伦 那会自取羞辱 不可与你父亲亲的女儿乱伦 她是你的姊妹 不可与他乱伦 不可与姑母乱伦 她是你父亲的亲人 不可与姨母乱伦 她是你母亲的亲人 不可与伯母或神母乱伦 而羞辱你伯父或叔父 不可与儿媳乱伦 她是你儿子的妻子 不可与他乱伦 不可与兄嫂或弟媳乱伦 她是你兄弟的妻子 不可与一个女人姓娇 又与他女儿姓娇 也不可与他孙女或外孙女姓娇 他们是他的近亲 这都是邪恶行为 妻子还在逝时 不可娶他的姊妹 与他的姊妹姓娇 使他们彼此作对 女人在月经期间不洁净 不可与他姓娇 不可与邻居的妻子姓娇 那会玷污自己 不可把儿女当作祭物 献给假神摩洛 不可亵渎你上帝的名 我是耶和华 男人不可与男人姓娇 像和女人一样 这是可赠的 不可与兽类交合 玷污自己 女人也不可与兽类交合 这是变态行为 你们不可做这些事 玷污自己 因为我要在你们面前赶走的各国 正是因为这些行为 而玷污了自己 他们居住的土地 也都被玷污了 所以我因他们的罪恶 而惩罚那片土地 我要使那片土地 吐出他们 你们必须遵守我的律例和典章 不论你们还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族人 都不可做这些可赠之事 因为在你们之前 居住在那里的人 做了这些可赠之事 玷污了那片土地 如果你们玷污了那片土地 他也会像 吐出从前的居民一样 把你们吐出去 反做这些可赠之事的 要将他从民中铲除 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 不要效法那片土地上居民的恶俗 以致玷污自己 我是你们的上帝 耶和华 耶和华 金研究 在不论 费 金研究 金研究 不论 金研究